桃園的移工晚了12天狂烈 一般Omicron的血涉是大週三天 晚了12天是病毒量比較高嗎 怎麼會產業這麼小 我想它跟病毒傳播的速度比較快 當然可能有點關係 另外就是工作環境是不是很多人就是會有接觸的機會 在這方面是不是那些也是促進病毒的傳播比較快速 那我們的Omicron是平均3天 但是它有的時候也會到7天10天那麼久 所以潛伏期也不是一定都是3天左右 那移工的特性是他們平常會有聚會 聚會群聚的活動是不是對於疫情控制會更難 要我們知道移工的生活環境 尤其是他們去住的空間可能會比一般來的擁擠一點 那這樣的話當然是可能有那個病毒擴散的機會 對 那像這個就是這麼久才高病 然後有沒有可能到處跑跑走會有存在黑術的問題 對我們越晚發現確診病例 它那個病毒擴散到社區的機會也會比較大 那就是說現在大家就是說那既然清零好像看起來不可能 那是不是跟病毒共存的這個可能也 就是算醫師怎麼還怎麼做 我覺得我們現在可能是處在一個過渡期啊 我們也沒有辦法說完全與病毒共存 因為那個醫療的量畢竟是有限 還是有很多人沒有打疫苗 他可能會產生中症 但是就是很多人已經打疫苗的以後呢 我們現在看到那些發病者絕大部分都是清症 就是Omicron病毒有清症化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還沒有辦法完全放棄說檢疫 還沒有辦法完全把那個檢疫的措施都 都取消啦 還是必須要去積極去做疫調 以免說大規模社區感染會影響到大家的生活 部長說我們過年還是可以南來北往 你怎麼看過年前這本土疫情爆發 還可以這樣南來北往嗎 我們就是希望說如果沒有很必要的時候 就避免連流動的一個範圍 就南來北往的機會盡量減少會比較好 但是因為是過年的關係 我們也沒有辦法完全禁止說有這種流動的一個現象 我們希望就是繼續保持我們的防疫的一個警覺性 那希望能夠度過這次的危機 他說這一次是因為沒有實聯制嗎 那未來有沒有強制的必要的時間 哪裡沒有實聯制 就是因為移工他們去餐廳裡面 他們沒有實聯制 那也沒有預約 就是他們抓不到 那後來才報出來 那未來是不是有實聯制強制的必要性 對現在有一些場所他還是非常嚴格執行實聯制 但是有些場所他就沒有嚴格要求 所以我想實聯制對我們的一個確診病例接觸者的一個追蹤 是滿有重要性的 應該是有點強制性的去繼續執行實聯制 有專家說我們這次大爆發是因為我們第三季太晚宣布要縮短施打的時間 您是怎麼看 第三季從五個月縮短於三個月是不是宣布時間太晚 這個跟第三季的時間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你打第二季跟打第三季 一個一個爆發流行 打了第三季以後 雖然抗體會比較高 他主要的目的是減少你得到感染以後 你的重症的一個比例 但是對於病毒傳播的那個阻斷的能力有限 那最近南非有一個研究 他發現說你打完完整疫苗以後的人有了抗體 他的帶病毒的比例跟沒有打疫苗沒有抗體的人 他是一樣的都是差不多31%左右的人 他都帶有病毒 所以那個打第三季的疫苗的時間 跟這次的流行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這一次他們那個移工確診 有時候都是睡那個大同步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針對這種 其實是應該稍作做管制 就是說對於他們這種睡大同步 或者是移工方面需要有管制 因為那畢竟是比較難管的一塊 從一開始我們有移工群聚的現象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就是說移工最好能夠一個人一間房間 但是因為在實務上的考量好像又不容易做到 不過至少就是盡量想一個辦法來阻止移工之間 常常會發生這樣子很大規模的群聚 請問一下這一波疫情又變成本土大爆發 要不要再查到什麼時候才會解除情報 大概至少要觀察個一個月左右吧 就是到過年以後我們再看本土疫情的發展的情形 才能夠說這次的疫情到底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不管不管怎麼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確診數目 還沒有到去年五六月爆發的那個數字那麼高 所以它還是一種大部分是可以追溯到傳染源的一個確診感染 所以大家如果遵守防疫規定再加把禁 那還是有可能會讓這個病毒傳播的速度減緩 那逐漸的去控制這次的疫情 醫生說九天就是已經過了一個假日 那移工足跡可能會就是擴到其他限時 那這個疫情會不會像去年那時候五月說一般大爆發 那一切會怎麼看 我們現在的疫情會不會到去年五月那一種大爆發的疫情 目前還不知道齁 不過我們知道說去年的疫情大爆發 大概是不只七天十天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隱藏期 它可能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 有很多確診病例在社區沒有被發現 所以才突然爆發那麼大的一個疫情 目前我們的情形還沒有到去年的現象 當然未來如果繼續有不明原因的傳染 隱形傳染鏈在社區流行的話 我們不排除說未來也有疫情完善生的一個可能性 現在還有專家提到說現在有七條傳播鏈 未來還有一些不明感染源 有沒有有一些三級的聲音也出現 醫師認為有必要嗎 我們要不要升三級就是看疫情的現況是怎麼樣子 指揮中心認為它目前的情形還沒有需要馬上升三級 那我們要不要升三級可能就要看未來幾天疫情的趨勢是怎麼樣子 對 剛剛講過就是 Omicron本身傳播速度比較快 即使你已經打了疫苗它還是會傳 雖然大部分是輕症 但是輕症或無症狀感染的時候呢 你打了疫苗有的看體 但是你的身上的病毒還是會繼續傳給其他人 那這是需要注意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移工生活環境比較擁擠 人跟人之間接觸可能比較頻繁 這應該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 市長問一下說 就是因為像這一次啊 這個移工他們就是有點隱密緊急嗎 因為行政器開始做不確實 然後後面也沒有立刻告知這樣子 那這樣子一個行為方式是會變成一種作法嗎 任何的情形如果沒有確實告知你的行蹤的話 當然就會造成破口 因為我們在追蹤這個確診者的接觸者 然後試圖去阻止病毒繼續傳播的時候 很重要的資訊就是你在可傳染期的這段時間 接觸過哪些人 哪些人必須要寬略隔離 這個都是必須要確實告知 一旦沒有確實告知的時候 當然就是有可能出現 類似最近所發生的幾個破口 那想問一下就是 問一下現在在這個工廠裡面 算是已經傳了9天 那像這樣子 因為移工他們也有去社區的足跡嘛 那會不會覺得說 這一次的考驗真的是蠻大的 這次的考驗當然是蠻大的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這些移工 還有包括本土的工作人員 他們的感染人人數蠻多的 表示說他的傳染鏈可能已經蠻複雜的 那會不會大規模的擴散到社區呢 我想這當然有可能發生 但是因為根據我們過去的觀念 如果所有的民眾都確實遵守防疫的觀念 這個移工的那個擴散的範圍不至於 達到說我們無法控制 是要ноп tud的 而是否建立勝利 是否建立正在的話 口號三星 不斷的 是否建立勝利 非正在山中 為主人圍不至於 也不能是 其他為主人